马尼托 马克厚M30气压前叉测试评 全新的M30采用了全新的logo设计 外观简洁大方 仍然是插桥在后方的设计 经常让人误解我们的前叉是不是装反了 当然这样的设计也是有它的优点 如果你知道优点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做一款入门级的XC气压前叉 它提供快拆 筒轴等多版本可选 本次测评选购的是29寸筒轴锥管前叉 形成100毫米 售价1500元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 分享一下我们的使用感受 一 器皿性非常好 一开始打入了100PSR的气压 提醒了两个月之后 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气压下降 但因为它的插管只有30毫米 所以它的气势其实是非常小的 索子性能表现非常优异 只要你设置了正确的气压 那么即使是像标哥这种180斤的大汉 仍然能够给你带来硬插的感觉 三 回弹阻尼的调节 仍然是上一代的蓝色塑料旋钮 质感略差 但功能正常 轻度越野 我们建议回弹阻尼 可以尽量设置小一点 快速的回弹 有助于应对下一次颠簸 四 29寸锥形桶轴前叉 重量1700克 相比顶级XC 它重了大概500多克 但是相比1500元的价格 它又已经很好了 六 减震效果 小颠簸的路面 响应速度是非常的快 大颠簸 它又能给你很好的支撑 如果你是一个轻度越野或者山马 那么我想这款前叉 完全够你使用了 最后说一下它的做工 外观是黑色磨砂 油漆和做工都非常好 但是气嘴口味设置密封盖 显得有一些突兀 插板螺丝略显低端 而且与插筒颜色格格不入 感谢观看